重慶 重慶這裏出了名多山的 所以他們沒有浪費到這個地勢 他們在懸崖邊建了一個頂區 有很多高空的活動可以給大家挑戰 來到這裏吃辣東西 走樓梯沒有問題 但是… 世界第一的天康元朗 就在萬城的高空景區 這裏整個園區都是建在懸崖邊的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刺激的高空遊戲 除了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賓珠針之外 還有六層樓高的千秋 佛家高空單車等等等等 雖然說我平時呢 踩單車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不是技術的問題 問題是… 我那對不斷在這裡震的腳 對… 始終都找不到 來到這裡呢 要玩它這個最出名的… 遊戲 就是步步驚心了 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上網看都是 但是來到現場呢 有點害怕 如果我掉下去撿了它 你掉不下去 我掉不下去嗎? 是 謝謝我 但我比較冷 很輕鬆 很輕鬆 他們全部工作人員都說得很輕鬆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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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上了這麼多安全性 他說等一會呢 什麼都不要抓 那我唯有騙小拳頭而已 感覺還危險了 我沒有安全感 剛剛以為呢 過去就完了 但是… 他說要來回 我… 最近我搬到那邊去做 我… 他留邊去說不行 誒? 誒?你這麼光了? 我檢查一下 這個可以嗎? 可以了 檢查好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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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腳 嘩 這腳不是很好聽 我從來沒想過 我會在一百層樓高的懸崖上 玩跳木板 嘩 高空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但是… 哪有空看啊 大哥 現在一步一驚深啊 嘩 嘩 哇 這腳差很遠啊 大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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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對不起大家 那裡要跳的 那我的腳呢 有一點點遠了 我挑戰多一次 走回這條路 那就… 對了 因為我現在的腳遠 也有一點點不動得到 那教練就拖著我走 走那邊 回去嗎 回去 對 走完嗎 接著 我這樣啊 我這樣跨著你 你自己拉著我 你自己走 那麼浪漫嗎 3 1 嘩 欸 有個… 蛤 剛剛說有個人安全好多 也不是 我想…我想走啊 這個步步驚深 看的時候就簡單 站到上去才知道什麼是害怕 只有一條安全帶 下面又沒有安全網 還要看下去那個萬象深淵 哇 真的搞不定 每一步都在挑戰我的極限 因為我的生存本能不讓我走啊 我上網看真的以為不怕的 但是站上去是另一種高度 另一種感度 如果還沒試過那麼高度 那些… 就是平時大家去啊 那些觀光潭 都是有玻璃的 都是… 看得很高的 看下去 我都沒有那麼高度 但是站到那裡的時候 試過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活動可以… 可以有它 對… 玩完刺激的東西之後 我整個人都大膽了 其實我們玩了一個園區 整個景區有三個園區讓你玩 畏高的朋友不用怕 他有其他設備 你可以玩 如果真的很畏高的朋友 量力而為 對啦 還有最好 同一個朋友一起來 這樣就有安全感一點了 賓豬針繩都有兩條 我待會要挑戰一下 這個園區最危險的項目 最危險的? 對啊 旋轉木馬 我們來到重慶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紅崖洞 它是由很多傳統的吊腳樓而形成 加上燈飾 好像日本動畫中的湯屋一樣 所以超級多人會過來 而多人來打卡的地方 就會有生意 就是很多人收錢幫你打卡 我決定我今天也要做生意 不過我不是為了賺錢的 我想認識朋友而已 其實在紅崖洞幫人拍照 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平時人們就去打卡 我就去反其道而行 我就幫人打卡 其實我安排的時候 已經有人過來問我 是否幫人拍照 很明顯我看起來 挺像一個攝影師 看起來挺專業 果然在遊客區 就有很多招攬生意 令他們有點害怕 不要緊 我相信我的親和力是可以的 我幫你們拍吧 站到這個台子上 可以幫你們用這個畫面 拍一張 用這個相機 你們可以親密一點點嗎 好 藍色的看一點 對的 等我一下下 1 2 3 多來一張 可以看一眼 給我一次機會 他當初怎樣告白的 他第一次約會 約去哪裡 你可以站這裡 我幫你們拍嗎 不用錢的…真的不用錢的 對,真的不用錢的 對,真的不用錢的 很英俊 這裡… 對了,這裡… 看著哥哥… 來… 看著哥哥 別看著媽媽 對了… 很可愛… 很可愛 今晚真的很開心 成功幫了很多人拍照 亦認識了很多人 雖然跟他們是短暫的相遇 但這份友誼 也令我對這座城市的印象 多了一份人情味 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可以…謝謝你們 謝謝… 再見… 好,做完最後一宗生意了 因為這裡11點就會關燈 人們就會走了 那我也下班了,再見 下班了,當然買杯啤酒 來獎勵一下自己 紅崖洞除了底層 可以打卡拍照之外 它還有九層樓 裡面有商店街 有餐廳 有買手信的地方 你可以走光 上到頂樓這裡 喝酒,休息一下 欣賞一下光景 難怪這麼多人來這裡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重新人的早餐 辣的小麵 中午吃辣的烤魚 晚餐吃辣的火鍋 那宵夜了 當然走不掉 是辣的串燒 想找最地道的宵夜 就要改變 在香港串燒也是我肥仔 一種很喜歡吃的食物 但他剛剛推薦 這裡的人 經常吃的 就是招牌的烤肉串 他自己醃製 每天自己串 牛肉 雞肉 雞丸骨 雞丸骨 都是我超級喜歡的食物 另外 這裡有些小串的牛肉 都有推介 而我見到一些特別的 就是這個牛的空油肉 平時吃牛肉的話 會吃 一定吃最邊最肥的那塊 一咬下去的牛肉 爆出來很好吃 但就這樣串一串去燒 我不知道會不會像豬油渣一樣 所以也試一試 食物終於到齊了 聞了這麼久的燒烤味 終於有得吃 先試這個魚 因為剛剛那些串 都放出來 唯獨試魚 埋單的時候 他就自動自覺 幫我點了 因為這個是他們最出名的菜式 食魚 剛剛老闆娘問我 要什麼辣 我就說正常就可以了 這個魚當然也是正常辣 但我吃下去 就覺得像 某間米線的五小辣度 就不算很辣 不過那隻辣 來得都幾快 再加上條魚 其實這樣做 又有蒸魚的嫩度 再加那個魚香 在裡面 所以很香 很好吃 那我就吃 老闆娘推介 一定要吃的肉串 個個都會吃的 這個是 它燒的時候 它有很大股的自然味 還有 對比起一般的串燒 它沒有那麼乾 它還保持肉的汁 它這個雞肉串 我吃得出很濃的自然粉味 而且它保留著雞的汁在裡面 不會燒到很乾很柴 剛剛的牛胸油 我就很期待它一咬下去 就是爆炸牛油的味道 因為我很喜歡吃牛 我原本以為它會燒到 好像豬油渣的口感 但它又沒有 它反而是有些 彈牙的質地在裡面 外面是一層很脆脆的脆皮 包著的 一咬下去的時候 那些油爆出來 很香 加上脂鹽味 其實很配合 那個油爆出來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它很膩 還有這個危險 怎麼樣 忍不住 每下兩粒 每下兩粒 想保持住 這鍋花要減肥了 但很香 下一集 由八D魔幻山城 去到千年古城西岸 在那裡等著我的 有文明世界的兵馬俑 和柯房宮 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千年難尾柳 偷偷地說個秘密 你知道 我還會穿越時空 回到大堂盛世 很多人爭著和我一起拍照 這個是每個人來這裡打卡的標準配置 我現在的頸已經有點累了 在此 還有一聲 有種 無故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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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